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29日,这是今天第三场,读报点名节目,给大家讲讲新消息 一个是吉林大学有一个外籍教授被驱逐,这可不是个小事,他本人是一个老外 老外到中国来教学,搞科研的,过去在改革开放年代也太多了,比比皆是 中国的大学也多,都不是什么大事,现在来的很少了,很少的一般来讲都经过过滤 有关部门仔细的审查,给他发放了叫特殊人才的律卡,对吧 那就证明这些人呢,大部分叫我看来对我自律 也就是一般来讲,他们不敢发表敏感问题的观点 因为你要学者专家,你难免也都是要出版书籍,要自由表达 所以就出于两难之间了,你想在他们的母帮那是民主自由的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去的是吧,他从小就是获得就是那种理念 你和共产党那套东西就不相符,甚至对立,对吧 但是呢,以前由于中国和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等等这些西方国家 相对来讲处得比较好,现在不同啊 现在表面讲竞争,实际上足够总算对立,甚至将来有可能开战 也就是矛盾计划的啊 所以这些官员都是这些学者呀,很为难 一方面呢,中国给的钱够多,是不是啊,人都是这样啊,物质力 另一方面吧,又讲啊,不能瞒着良心讲话,是不是啊,这是很痛苦的事啊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啊,原吉林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业助理教授 叫比云亚历山大,杜本,俄士,在吉林浑村的中朝俄边境,有一个照片 看来他也去过浑村,浑村我去过啊,过去在五国共建北方香港 也就是在江泽民的时代啊,隆有土主主导的 也就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经投资啊,在那搞一个出海口,准备在浑村的地方 那么,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他可能在那边那个教书吧,大学教书啊,几里 一一时间到那江边玩一玩,冯门江了啊,那时候 就这个老师,这个教授啊,助理教授,近日出事了,出事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接受美国资金的采访,接受媒体的采访 你想呢,他竟然被强制的解构了,被解雇了,而且要求他离开 你要不离开的话,可能就要判刑 但是有一些中美还没彻底翻脸的,习近平对美国还有一点在乎啊 所以就对他采取的措施算是一个,两个方案 就还是比较,我认为还是比较,比较这个技强硬 同时也写着了习近平的这个,留了一手啊,还是比较 相对温和吧,就给你赶出去玩事 他在这个大学任教了九年呢,你想 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做工作的话,收入高啊 这个工作失去了以后挺可惜啊,但是他因为他的理念呢 他接受美国新采访发表了这个观点,很敏感 这篇文章没有讲什么观点,没有讲谁下的令 我要告诉你,这就是国家安全部 统一下的令,中央政法委,陈文青,也就是王小红 也就是他们这个习败,习败现在是,现在中国大小事都要交给习败 习败有小秘书,有政治组,经济组,文化组,教育组,什么外事组 全力上去了,证华委也是听说的,听上面的一些 所以他统一都是部署啊,因为就是你发表一些观点 故意激励,他可能有些划写线 你比如说你个别批评腐败问题也可以,你要批评对的腐败 你比如现在,你要多讲清刚,讲到李善胡这个 这个威肯和就没问题了,你深圳讲的李克强望洋的腐败,保证他们愿意让你发表 但是你如果批评习近平本人,他家人,你可能就是大气的,他就给你赶跑了,对吧 这肯定是有一个县,他们内部还是有一个规定 具体我不太清楚,但是上面吝声,下面下面吓得 所以就是这个杜本呢是德国公民,刚讲错不是美国,是德国 那就是说你德国也是一样,也是和美国一样,都自由民主价值观,对吧 以前相对和德国关系算的比较好,默克尔这个时代,是吧 默克尔本身就是默领两可,多多少少有秦共,其实也不是秦共 因为德国有汽车在长存一气,有生意大事成 人就这样嘛,你拿人钱你肯定就是纠结了,对吧 你要想战这个大蛋糕过得好,这不还想脸德国的这也很难了 所以这个德国公民,现在回到德国了 他去中国之前,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业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当教授,搞这个安全的研究外交还有情报等等 他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和宁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 也就是说他这个人 那是学武算长了 这都了不起 这种人说心里话 心里都明明白白的 但你没有办法来中国赚钱 你就在吹捧习近平 你不能倒着来 你吹捧了美国 或者你发表观点 他不高兴 就可能饭碗就砸了 讲这件事情 我要讲的是什么 我不去重复这内容了 我要告诉你们 为什么现在引发这个事 那就证明 你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国 在中共之间的所谓竞争 现在已经逐变演变一场战争了 对立 就完全是大决战 大决战之前产生的事 这里翻脸 对吧 他还不错 因为德国像刚刚讲到了 习近平还比较完转完转 要再等开战了以后 就抓着你做人质了 你杨恒逊不仅抓人质了 杨恒逊为什么不放 就是你澳大利亚 必须退出AUKUS 你不退出我就不放 你看就看明白 还有什么爆料 还有内部料 你一分析分析出来的 这个也是一样 他索性是回到德国了 你有了自由 你什么都可贵 当然回德国 他可能不那么容易 找到好的工作 现在经济不景气 你就找到工作 你也不能再像中国 挣这么多钱 而且是中国 大家都知道 你要当个老师 当个教授 光学生请你吃饭 每天都参加不完 因为中国人就这样 比较大话 所以有很多的事 都属于龟塞手里 我这里有一个朋友 就是现在过世了 我可以讲 那边 福利斯尔不就是 他被广州一个大学 评为教授 原来他是反共的 我经常到他家去 他在加拿大 他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诗人 出了九本书 去中国待了两年 回来以后 变成清宫了 为什么 太好了 怎么好 你在这里当个教授 学习心里话 你就开二手车 在多伦国大学 哪有好车 就这么几千块钱 交了税 每天交了停车费 你都拿不起 说心里话 你就惨淡 就是一般工作吧 说心里话 经济上没有钱 有钱都做生意的 教授专家在这国家能行 但是你看他到了中国 那以后 这个待遇就不一样 一个是 他是外教 算是禁用他 他出版一本 就是那个 好像一个大词典 他语言好 这个 其实后来他到了晚年 也清醒了 就中共那些专家 学者给他忽悠 怎么忽悠 以他的名义 是我做完了 名而第一 都是那些人的 我都不相信讲了 很黑暗的 但是他观点有点变了 有什么 一个是 他去了以后 这是前几年的事 新冠之前 他新冠 回来后 死在新冠当中 在之前 他去 他回来 他还写了很多信 他讲了什么呢 这待遇好得不得了 除了工资以外 固定的工资以外 就是学生 你有多少学生 老师教授 请这个请 那个请 根本自己没有 没有发销 哪有什么发销 对吧 你也是一样啊 那人情理 你协议送 从哪里 你去帮他讲一讲 哎 都有讲个非 讲个非 上的就是意外 你就想想 那确实的好 就这些东西 你肯定到德国 就没了 对吧 你就真是清水 衙门 是吧 就没有办法 鱼和熊掌 不能坚定 你别想 又还要门 想要力 有些人怎么出事 不就是又还 又还要门 想要力 你想过得最好 开得好车 还想着这个 这个 在鼓吹自由民主 要怎么有些人 在挺光贵 是挺杂的 不太百出 是吧 甚至有的人 为了拿钱 都是呼吁 公开呼吁 默默贪官的儿子 要放过 怎么造成的 丑态 钱作用 懂了 你贪人 那个钱 你也想成为 补充民主自由的 吹响这个号角 这不保隆 不介入 自由民主 是什么 是公平 对吧 在这国家 你就做生意 你就发表个言论 哪有稿费 这里哪有报纸给稿费 很少 太少 几个给 是吧 我要告诉你们 就他这个事 大事 你可以看出什么 就是这个知识分子 专家 学者在这个 裂变的时代 对不对 你现在给你赶走了 你在这 重新找工作 共产党就靠这个东西 我找到大市场 我有点钱 说为什么美国 总是清醒 蓬佩奥特别了不起 你就不能让中国 共产党有钱 有了钱 他只能用着钱 这样老百姓 搞他这一套 不太识别 不太识别 不太数据 这套欺负老百姓 他不会进行 推动中国的改革 开放什么 民主法治 他不会的 他就维持他的政权 对吧 你就想 胡闻留下这个价值 多有钱 这些钱 要是心里话 你要是不搞这些 军事设施 不搞一带一路 不搞 兴奥兴趣 老老实实 帮助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 该那么的负责 你说我劳动保险 医疗保险 那不是 人人对我 帮助 你想人人对我 这个尊严 他不会 因为你要 如果让他们有尊严 老百姓就要选举 西云这个政权 共产党的观念 就上不来了 就做这么简单 他为了个人私利 他就动用这个民主 全部压到什么 这样老百姓帮你 你可以看出 是吧 包括 他为什么选择这些 吸引这些专家 学者去讲课 他就让你给他撒谎 他的目的 给你钱 你要出院灵魂 给我撒谎 你不能拿着我钱 还来批评我 自由民主 他就给你赶跑 懂不懂 所以现在就面临 这个两个选择 这些所谓专家 到中国去 就叫我讲 那个福利者 那他在那期间 他就不敢批评中工了 没有批评的 他就从事业务 当然也可以 他在那教学 那到了中国 学生集结 这个party 那个party 请他大夫子 请大夫子来教授 那不都是 一晚上讲完了 那不都给三千两千 那还算什么钱 就架起来 那么惊人的数字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这个 这个时代 这工党就这样 因为他 他这种超强的公职力 控制所有的财富 人的思想 他下班的钱给随就给随 对吧 他就为何他统治 你比现在 咱这呢 咱现在就不用吹牛 咱就删掉一个视频 有人就把你给你两千加密 马上就给你 他不喜欢的视频 看了生气 找了多少人 老江 你看你错 太负车 你这么苦 你删掉一个 我就给你两千 我给你点几个 你咱不想吗 胆子不能敢 删掉 你这个人就完了 你就不能干这个工作了 但是做生意吧 是吧 卖古董吧 也比这挣钱 挣钱多 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两难 这个时代 变局的时代 来临了 很多人就为了 这个民主的理念 自由梦 牺牲一切 搞这些节目 你只要付代价 什么代价 你哪有自己 你哪有那么 那么潇洒 是自由 思想是自由 你其他人自由 是不是 你一付账单 咱没有 没有钱 对吧 你只能开这个客车 说些里话 对不对 我要告诉你 这个教授 他现在受了这个待遇 这个下一步就说什么了 他逼迫你那些 老外到那些专家 学者讲学的 只能吹捧他了 这个拽着出去 他才能给你钱 对不对 否则他就要抓你 甚至给你赶出去 现在是还没设立翻脸 所以想让你选择 自己辞职走了 灰溜溜走的 是吧 这是今天很大一个 标志性案件 我们再来看另一条消息 也是别的媒体 根本没有的 大家忽略了一个网站 那就是长安网 长安网谁办呢 是中央政华委办的 他发表一条消息 这是6月27号的消息 司法部部长 这个贺荣 到哪里去了 应邀出席第12届 李泽宝 圣彼得宝国际法律论坛 司法部长 公裁会 他发言了 你看网上都不怎么 没人谈论这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我告诉你 他的报道就那么几行字 他告诉你啊 贺荣介绍了18大以来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 西非不啥法治思想 你给我讲 根本没有啥事 西方巡视妄法 是中共建政以来都胜过毛泽东 妄法追溯是一条龙的现在 你看 王雄管抓人 英勇管匹谱 张就是张就是费西家军的 管一审二审 走完过场以后 就放到贺荣这个地方 就开始复刑了 对不对 复刑怎么样 你们看到那个杜文了 是吧 杜文讲的内蒙古是好几百个 就是说好像三百一六个 知识犯罪的 我先记得一差 不到准备这些 几百个知识犯罪 你看待遇很好 是不是 你以为那好 那是特殊情况 为什么呢 他抓那些人都是胡春华的仙儿 你知道吧 而那胡春华的 基本对胡春华的势力的清理 是一点的进行的 那时候还没开始 现在是强弄之末了 胡春华的势力 等胡春华进去 就彻底的完了 对吧 那么你要知道 他们现在搞这个民堂 就是说 内蒙古 因为这个监狱管理是谁 是司法部来管 司法部不可能你守舍那么长 司法部在管司法厅 他是内蒙古 自己去司法厅来管 那些那条线 基本上都是胡春华的 所以那人待着才比较好 对不对 后来为什么给他们放到高阶 被监狱换了 然后那个市长马上就光屁股抗议 那就因为 习近平的势力开始出物 开始终止监狱 懂了吗 为什么习近平要贺荣干这个工作呢 就是这个人是习近平一个贴杆 习近平怎么看出来 你看他一毕业以后这个贺荣 就到了北京是中级人民法院干是吧 后来又到高府干干完以后 肯定是一个中国法律专家了是吧 就要在西方看就寻思妄法的专家 这么一个女人是吧 去年服侍这么一个女人 习近平看到忠不忠诚就派了到陕西是吧 纪委书记抓赵正义 你看抓了挺有猛忠诚的 这就说明赵正义根本呢 腐败问题是有的 但是这肯定也是个冤案 有什么呢 包装虚布这么的 对吧 很多内幕都没披露啊 造假哈 因为实际他在 我认为他就是习近平 他他姐夫在陕西 就做房地产生意的时候 很可能这个人就是个半角尸 你知道吧 人们的整个 再加上那个 这个 这个 别墅外 是不是啊 秦岭别墅外是他家那个 保卫他地的那个龙脉 看你知道吧 所以他把这个贺荣就调回北京当中 包法的党组书记 监督中强 你就想想 这人多厉害 那么现在他到这来干嘛 你们看着新闻 你仔细想起来 你都吹声冷汗了 你看他什么活动 他分享了通过运用数字技术 配进司法行政工作 发展的成效和志愿 和经验呢 一个是顶层设计 什么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 习近平说什么就什么叫顶层设计 习近平说顶层设计 他设计好了 清了你就清 俄罗斯捆绑到一起了 对不对 这个法也全部捆到一起来了 你再看 加强系统建设 大数据是什么 就云计算 就这道东西 利用现在化的科技手段来干嘛 镇压老百姓 问题 以后镇压老百姓是跟谁一起镇压 对俄罗斯一起捆绑 一起镇压 开始什么 全方位的合作 就自访而合作 一块抓人 这叫什么 不上线合作 你看他讲他清楚了 他告诉你 三四呢 加强系统应用 建设中国法律的服务网 实现什么 律师 法律援助 公正司法 就是律师变护这一行 公正这一行 全部都是控制的 还是司法部 在下班 律师给你憋恶啊 也是上级指示的 我这都知道 你看中国那些律师 90%律师是在中国工队 为中共服务的 吃完原告吃被告 甚至有的律师 尤其很多女律师啊 根本不做这个一审案件 全做二审 为什么呢 他购一个法院的领导单 搞成破鞋 他俩购好了 完了他一块谈 比如说你一审 他了五年对不对 他就找这个访问 再找这个当事人 我给你别过 这个案子能够 五年变成一年 一年一万 还有呢 还有倒过来的 徇私妄法恨循 你能给这个人整个 嫁行啊 嫁一年给一万 我全都遇这种人 我跟你讲 我在监狱都遇到过 你想我在这边待着 这见着多少人呢 左边躺着 右边坐着 那不都进来的人呢 每个人都有个故事 我就告诉你 有很多律师啊 律师好得少 你就像这个 一些维权律师 想像这个 为什么他打击女文生 许一二那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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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中华民族记点 不按照司法公的要求 是吧 不听话的 完了给自由民主的人士 裂火 共产党对立 你深层共产党的 互卖灵魂的 甚至有的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 屈原复视的 是吧 这个领导叫怎么变 就怎么变 你经常都看了 有那人从 变谷 就开完庭回来了 或者律师 律师来提审 律师也来 来找犯罪嫌疑人 谈完话回来 你问呢 谈怎么样 这个律师不好 还叫我认罪 还叫我认罪 哪里 拿咱家钱 还叫我认罪 这就是什么 拿了 既你拿了 你家的钱 是吧 请律师不得花钱 一块钱的一万 最少的一万 你还要听司法局的话 还要听 办案人员的话 你知道吧 两边偏 这种 还有更恶劣 就是他那个 我对遇到有一个事 但以后我没相信讲 有名有信 但是 那个女律师和那个法官 俩都顾结好了 他俩就是 晚上就是去到炮楼去 去想着 白天他就办了案 什么 我只办二审的案 你这个女律师 长得漂亮啊 他就给那个法院 那个厅长当 当这个这个情妇 顾结好了 你一审呢 你派十年 我二审 我只接二审的案 就办你当 当事人 你要想改判不是吗 你就得找他 那律师就告诉你 那个法官就告诉他家人了 你这样改判呢 你找 听说这个律师厉害 你得找他 他才能给你好好变 你看他来勾结好 等那个家属一找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家人 告他 我给你打刑 比如说你判了十年 是吧 你想变成一年 一年一万 九万 我能给你打成九万 你给我九万律师 先给一半 就这种 然后他再和那个 他那个大哥勾结好 就他的亲户勾结好了 然后果然二审改为一领 好了 晚上他俩就出去 一个血泡 吃喝玩了他一份 都黑暗到这种程度 我就跟你讲了 资本人太多了 你想我走一圈 我都不知道 过去我在外边 做机制 看着光明那 我怎么能知这些事 我才知道中国的司法 是多么黑暗 你就看 就就贺荣 就贺荣这种人 属于什么人 就属于这个张炫 这种人 你看重庆那个 那个政协主席张炫 那个女人 你就看一张照片 博克写来和他握手 你就看他那眼神 看博写来的眼神 那眼泪都涵着 汗着重庆的目光 泪汪汪看博写来 你看他现在 又对习近平也是这样 习近平把他调到公安部 当专门审查赵克志 公安部 那就是巡视署组长 不就是张炫 你看把赵克志 弄建筑这批人 好 所以才要整一批 习近平一看挺好 你看贺荣 为了张炫平安招募 同样贺荣也是招募 对不对 还有这个博写来当年 那个耀灵 这不都是他都利用这种女性 所以这个张炫的腐败 从今没有人查他 他肯定非常腐败 他前面找他 他没事 贺荣也是一样的 贺荣就随着这种人物 就彭西一兵 赵胜勇搞好了 剃了一个大卦 监督是中强 现在怎么样 司法部长 贺荣也听习近平的话 顶层涉解的话 到这个俄罗斯莱港 下一步我来告诉你 就这条小续告诉你 这个论坛 期间举办 金专国家法治 总体选 民主文化展 和法律教育分论坛 司法部和陕西 甘肃四瓦厅 杜春月宵参加一番活动 这告诉你 金与平现在准备了两张牌 第一张牌是冷战 这个有利益他 什么叫冷战 和俄罗斯坤绑到一起 我这还对外开放 富有国家社会 你现在像英雷开放 没有用了 对不对 因为不会你开放了 你开放的时候 你开制裁 你围堵你 要反共这个口 给你赞 是不是啊 你只不想俄罗斯 开放 想俄罗斯开放的话 这就是冷战 这时候和俄罗斯 坤绑到一个市场 是吧 海赛来给我用 这习近平的苦游 是吧 如果热战 他俩坤绑到一起要干嘛 要抓人 你明白了 为什么贺中去 要一起抓人 因为如果中俄要开战的话 你想象的 黑东江和俄罗斯 漫长边境 都是好几千公里 老百姓肯定纷纷 现在只要枪炮一子弹 比如说哪怕是 台湾 你打台湾 台湾凶一凶二 也进了这个 就福建 一飞到你福建 后来你飞到你北京 后来是上海那儿的地方 你就想一想 一定是什么 北边边境这边 翻墙跑出去的人 更过难民 还得让他涌入黑龙江 开始往外跑 都想通过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海山崴 是不是啊 远东地区 逃往西方 一定是这个事 怎么办 他们捆绑到一起镇压 你看见 看到这个题 这个题目没有 是不是啊 他为什么派贺荣区这时候 派贺荣区就打个提前链 就是这个 这个习近平主导下的 中文之间肯定私下有一个什么呢 全方位的 做的方案 一个是什么呢 就眼下这个 还没中美还没彻底翻裂 对不对 我假装就是我不给你 不给你 你直白的给你 最命性的武器 是吧 我只给你一个无人机 无人机 我可以说是用于和平 自己改装和我没关系 对不对 我可以给你工程车 你看到重庆 这很多车 一改装不就装甲车 然后有些武器枪暴使用 通过金山派 换个标签给普京 要从普京水晶到那去 这都连着呢 对不对 然后我按住 明得我给你买你的天然气和石油 你美国不敢说我 因为这是开战之前 我买的 签的合同 我不能改变了 我要遵守合同 契约精神 你看 然后呢 他按住肯定还有一个条约 什么条约 就是一旦终于彻底翻裂了 对不对 他就会有一个战争的做法 到那时候 司法的合作这方面 谁叫克荣 你知道了吗 这就分成两条线 一条线是前线 他肯定要镇压老百姓 你跑的时候 和俄罗斯警察 和俄罗斯军警特决 一起扫射你 对不对 肯定不让你跑 因为那边境都连在一起 老百姓都是这样 人都是这样 枪炮自然一想了 什么 什么房产都愣着跑 逃命了 吃口饭就行了 哪里能保个命 往哪里跑 要真正开战的话 都不是那么好玩 是不是 他就一起镇压 中国的老百姓 这是提前这样 这是前线 后方呢 后方他控制了监狱 他会把那些 中国体制内整的人 比如说 这个薄熙来了 周永康了 令计划 老的这些人 波波熊 在监狱里 这些要灭口 因为这些人 一旦民主转型以后 新诞生人民法庭 就要审判中共 对不对 中共的领导人 就要查一签证 所有的案子 是什么形成 是不是约 你得有人证物证书证 懂了吗 得靠贺隆灭口 那天他能不能灭了 就别定这么多的监狱 说心里话 他还下个令 就说在战子前 这些人全傻了 老了人 你想怎么傻 对不对 你就内蒙古 你看这个 别人讲的什么 你说说 好妹 这个事不是真的 你看杜文讲 那个内蒙古监狱 就三百 他讲三百一十六个 吃不犯 你想就这些人 你要都灭了 怎么命 这将来都是贺隆的人 包括这次再进去的 魏凤红约 这个 这个 秦刚还没进去 这个李尚富 你想他知道的秘密 有多少 就咱们知道 海外这船这东西 都是万分之一 对吧 那一幕只有他们知道 你想想西明政权垮台之前 能不能让他活着 所以贺隆这个合作 不是一般的合作 你们仔细看了 这个论坛 不要当成一个什么 学术贺隆 公司外访玩一玩 那没那么简单 这是相当大的一件事 你想想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时代 好 好 谢谢 再见